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后从4月22号到4月24号的三天四晚时间里 每天王船都是白天正常外出工作 晚上前往杨阳锁在酒店 被杨阳助理接上楼 虽然未拍到王船和杨阳两人同框画面 但杨阳贴身助理接王船上楼 且两人连续三天住在同一个酒店 直到25号早间 杨阳和助理在酒店车库现身 以四位避嫌选择了和王船不一样的通道 走员工通道离开了酒店 其实早在2月份 并网友爆料 在马尔代夫的海边看到王船和杨阳拥问 王船一见到中国人就跑 在杨阳友人在马尔代夫的晒照中 也可见杨阳的身影 再加上之后的滑雪 这波恋情可谓实锤 对此不少吃瓜群众早已见怪不怪 成两人早已被扒烂了 不过杨阳作为盘踞娱乐圈的真顶流 首次被爆出恋情实锤 还是成功的燃爆了词条 在文娱热搜榜第一 杨阳王船恋情的词条成功燃爆 可谓给足了顶流杨阳牌面 等爆料视频曝光之后 有部分网友感到十分失望 他们认为杨阳和王船已经多次被放出恋情绯闻 以至于让大家都有些脱命了 还有网友认为 这段视频没有拍到两人同框 没有什么说服力 不过狗仔言之凿凿 赌上名声称是真顶流真恋爱 甚至随后还有网友爆料称 两人已经领证结婚了 早在此前恋情瓜刚刚爆出的时候 已经有多条线索 杨阳和王船的恋情瓜要追溯到二月份 当时有网友称 偶遇杨阳王船同有马尔代夫 根据王船IP地址自拍背景图等 推测二人同在马尔代夫 但没有具体同框罩作为证据 之后网友接连扒出 杨阳王船的多个同款 包括同款手机壳 同款袜子 同款墨镜 紧接着愚人节当天 众多战姐接着愚人节发照 其中一张滑雪合照 疑似是杨阳王船本人 虽然两人的脸被遮掩在头盔之下 无法看到 但是照片中女孩和王船的指甲照片对得上 而且根据网友深挖 两人曾跟好友一起滑雪 杨阳手心的智和照片中男子手心的智也能够对上 更别提 两人虽然各有各的拍戏工作 同程频率却极其的高 形成相撞多 巧合过多 随着一个又一个时垂的出现 杨阳和王船两人之间的恋情也越发明朗 所以对于这次爆料 粉丝选择沉默 网友见怪不怪 这显然是一场无人伤亡的状态 不过杨阳这波恋情实锤 还是让其损伤不少 杨阳本人被扒了个底朝天 已有人粉转黑 旧网友列出了杨阳的三大黑点 一 油腻爱营销 杨阳长相清冷 是圈内少有的清冷美男 唯一一次和油腻沾边 或许是和刘亦菲出演三生三世世力桃花 不过网友却扒出他更多的油腻过往 网友称 杨阳为了上位 营销过屁股又大又翘 如今上位成功 还有人觉得无法直视 的确 随手一搜杨阳早年的营销 很多都和翘臀脱不了干系 除了营销翘臀 杨阳团队对其新剧营销 更是令圈内人都看不下去 锦伯让工作室 曾有人转发一则 营销杨阳的通稿 嘲讽 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觉 二 傲慢无理 不学无术 圈内人 贾韩奇曾表示在时尚先生的周年庆上 见过洋洋一面 对其印象很差 总结来说就是傲慢无理 不学无术 贾韩奇还转发了过年时 隶属洋洋的多宗罪 一 先后多次违约 被告上法庭 说不会离开荣幸达 结果转眼就解约 连恩师李绍红都不想评价他 二 为讨好粉丝谎话连篇 曾说自己不玩网游 微微笑很清纯后 又说自己是网游大神 三 不尊重前辈 合照多次抢C位 黑粉还晒出了不少黑图来嘲讽杨阳 令其形象崩塌一地 三 见一个爱一个 除了这些黑料 回到杨阳的恋情本身 很多人也并不看好 直言杨阳是见一个爱一个 的确 杨阳出道多年 几乎和合作的女主都传过绯闻 从李庆 刘亦菲 乔欣 到宋茜 赵露丝 迪丽热巴 都和杨阳暧昧不清 就连杨阳的战姐都看不下去 在杨阳的超话区 晒出其历刃绯闻女友的合集 但很显然 如今王楚然成功上位 从绯闻变为实锤女友 有别于一般的恋情瓜 有祝福 有塌房 杨阳的恋情曝光后 网友几乎是清一色的嘲讽 杨阳这次被扒了个底朝天 除了恋情 更多黑料被扒出 实在令人唏嘘 当然 作为明星 或多或少总有黑料 且在这个风口浪间 也不乏一些蹭热度的行为 吃瓜不信瓜 愿杨阳能认真对待每一段感情 而818女主王楚然 意外发现 她和杨阳之间的数段恋情绯闻 很多都有过交集 虽然当时的女主并不是她 王楚然守不出道作品 就是和马思成合作的将军在上 演的还是女二号 因为在这部作品中的表现 王楚然吸引了该剧的艺术总监 吕浩吉吉 之后对方还要请她来演 由父亲海言编剧 自导演的科幻悬疑剧 昆仑归 更有缘分的是 众所周知 吕浩吉吉曾在2015年 因为拍摄网剧 太子妃生殖记 一手捧红了张天爱 张天爱在次年 和杨阳因为拍摄爱情片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相识 俩然又上演了一段姐弟恋 甚至还有人出面爆料 张天爱之后 能够接到 《武动乾坤》这部作品 就是杨阳帮忙牵线搭桥的 到了2018年 俩人更多同款被扒出 恋情有了实锤 甚至连卓尾都出来暗示 并非空穴来风 但杨阳仍旧出面否认 因为她的下一任女友 又无缝对接了 2019年 杨阳和乔星的绯闻开始发酵 起因是两人被偶遇 在国外一起逛超市 随后两人的同款 也相继出炉 直到同年5月 杨阳用大号发文 无意间曝光了小号 因此被网友顺藤摸瓜 恋情又有了实锤 不过这段感情 又遭到双方的否认 杨阳甚至直言 两个同学都快十年了 咋就出来这新闻呢 眼下知意是 没有可能 而王处然在 杨阳和乔星传绯闻时 拿出了都市剧 您好母亲大人 她饰演了女二号于雅 人设很好 状态很美 但很可惜 依旧反响平平 很快 她便在2020年 遇到了清平月 在剧中饰演了 任性傲气 耿直爽力的贵妃张碧涵 因其关注 同年王处然又在 演员请就位上 引起风波 这主要因为 她长得实在太美了 因此被尔东升 评价为 有质感的花瓶 而杨阳的绯闻 仍在继续 她和乔星的故事 不来了了之之后 又因为拍摄 你是我的荣耀 和底力热巴 传出绯闻 但女方和黄锦瑜的故事 随之甚嚣尘上 杨阳则开始核心剧 且是天下中的女主角 赵露丝 暧昧升级 两人的绯闻 始于一个蛋糕 当时是杨阳30岁的生日 晒出的蛋糕中 被发现 除了羊之外 还放了赵露丝 最喜欢的兔子 无独有偶 赵露丝晒出的蛋糕中 也有这两个动物元素 随后他们又被扒出 曾经听同一个歌单 再联想到 之前有八卦漫画博主爆料 超人气男星 和流量小花的故事 因此被怀疑 说的正是杨阳和赵露丝 事件发酵后 赵露丝马上出面 删除了蛋糕的照片 并用单身两字作为回应 杨阳那边则用一贯的 沉默不语来回应 但网上盛传 两人实际上发展迅速 甚至还见过家长了 也有人出面爆料 男方曾经陪女方买房 疑似好事将近 只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是 这段也马上变毙了 为什么呢 因为启示天下 于去年四月播出 同期的杨阳已经开始禁足 和网传主演新剧 《我的人间烟火》了 也就是说 这一次 杨阳又一次 无缝对接性恋情 而出道才七年的王楚然 疑似的绯闻也不少 他曾因和男演员 王子齐 合作《玉谷瑶》时 传出绯闻 据说 当时两人先后禁足 两天之后 便被拍到了恋情 但女方的经纪人 马上出面回应 以小王独美 拒绝承认 同年年底 王楚然又被拍到 和心境小生陈又为 在自己家中 共度一夜 他们之间的交集 在合作 《演员请就位》节目时 两人一起演了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片段 但效果并不好 对于和陈又为的绯闻 王楚然方面 也回应得很快 直接表示 只是好朋友 一起聚会 不过 当王楚然和杨阳的绯闻 不断发酵时 王楚然却没有像以往那样 马上出来否认 这个举动 也着实难人寻味 只是 不知道王楚然之后 会不会得到杨阳的认可 出面承认呢 毕竟纵观杨阳的丰富情史 至今没有一位女星 让她出面认爱 王楚然会是那个特例吗 咱们还得拭目以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